来,我听见人讲说,这妖精明有情味,我老孙比那王位还高千倍,他静之如父母,视之如神明,你怎么说出唯独啊? 王如来方便,把苏无咒念一念,退下这个金箍,交还如来,放我还俗去吧 大死不说有些认斗,想必不是凡间的怪,多是天上来的精 大家好,好久不见,抱歉因为种种原因很久没有更新 作为被政治原因耽误了的环穿游戏梦想的人,在身在中国,不了解政治的时候,也曾有过创作所谓国产游戏的想法 其实,本来有一款非常出色的台湾游戏,沉默意志,本已在准备做个影片谈一谈 但黑神话实在是太引人关注了,这款游戏,我抱着复杂的情感,其实本是多几番质疑的念头 但倘若我不仔细去了解一下,又怎么能给出适当的评价呢? 于是,自己在预购之后,就完了60多个小时,体验了几乎全部剧情之后 我的评价是,游戏科学作为一个比较有水平的厂商,在中国也许已然算作一股清流 他们借助了政府与资本的站台,使用了中国的市场名头最大且免费的IP 学习便使用了最先进的国际游戏技术,借鉴和缝合了诸多成功游戏的设计与经验 游戏科学团队最终制作成了一款整体质量过关,美式音乐上乘的作品 它存在了一些场景与地图容纳,引导弱,不少故事与细节,甚至千尘的硬伤 还特别有着迷路,常撞空气墙,甚至一些环境与光照,还有些人反胃等问题 其很多剧情是二次创作,相较西游戏,其中不少来自于十年前的网文小说《悟空传》 但是,在画面表现上,在BOSS战斗史上的成功,让它毫无疑问依然是品质上场的游戏大作 然而,我最关心的问题是,这款游戏它存在思想内核吗?它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第一部分,游戏世界观 西游戏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成了很多中国人精神信仰的一部分 孙悟空是中国历史上最大及免费的IP 从经典的香港电影《大话西游》以及动画大闹天宫 到被认为中国国产动画希望的大圣归来 再到这个,作为中国第一款3A游戏大作的黑神话悟空 孙悟空这与中国文化,可谓是独一党的存在 在最简单的看法中,西游戏讲的是承受种种苦难 历经重重考验,便能取到真经的成佛故事 而如果你慢慢看西西平,便会发现他讲述的人间百胎 描绘着世间不公,后为一本历经希腊讽刺之作品 孙悟空曾经是大闹天宫的反叛者 却最终一路上习惯了紧箍,被统治者成功收编,视为销成正果 西天曲间之路,充满了各种百世无妖怪 然而我们知道,实际上动物们可成不了惊 那一路上的妖魔鬼怪,都不过是形成了隐喻 实际上都对应着人,世间不同品性特点的人 向往西天那条曲间之路,一路上都是人间种种苦难 很多都是神星与天官们,他们的皇亲国戚,家庭下属,黑白手套们所造成的念 另外,天庭的政策变动,着着一时兴起的念头 几个随便的想法,甚至是泼下来的一盆水,垂下来的几具丝线 对人间而言,都足以造成生灵涂痰的大变故 在游戏的影神图里,猪八戒和孙悟空有着这么一段对话 八戒,你吃酒高兴,别人要吃你的时候,可还能这般高兴 谁要吃我,我老猪的钉耙,头一个不答应 八戒一拍桌子 难难难,悟空挥挥手,一脸嫌弃 他们若要吃你,骨头渣都不剩 他们,他们又是哪路神仙 我问你,我们当年一路西行,遇到多少妖,又杀了多少怪 那可太多了,我数都数不过来 你每次懒得动手,就指使我去轻这东那东的 不算小妖,那些有道行的,我们杀了几个 不记忆的,通通杀了吧 不算木心安的树妖和那七只蜘蛛,我们杀的不到大过的一半 七,七只蜘蛛,哦,记得,记得 那一半,哦,没动,你可知为何 为何 杀不得 取经路上呢,在世间各种霍乱一方的药猫鬼怪 上面没人的,一般就直接打死了 上面有人的,往往实力都不一般 常常有法宝武器 孙悟空都往往打不过 只能通融及领导救命放心 在西游记这个故事里 天宫里的神仙们也不过是手握权力 收取名高名指的寄生虫 但所谓的成生不老,诸多线索显示 其大概率也是竟然在压榨百姓 那凡间同男同女与各种供奉炼丹的基础上 表面看上去是在斩妖出魔 可拿背后的一切去令人细思极恐 第二部分,游戏故事 回到游戏,黑神话悟空放为六章 再加上最开头的序章 说游戏的剧情混乱是有道理的 尽管很多地方与原著相同 一样表达到对神父的讽刺 然而首先,主要人物与原著性格并有不少差距 不过我们可以理解为二次创作 可是,游戏各种剧情中,人物的性格依然差别过大 比如,孙悟空在取经之时 已是对结拜兄弟大打出手的天天的爪牙 这其实与原著相符 后来,游戏里却堂而皇之 自然而然地成了讲一气的傲骨临寻之人 这在各种地方都解释不通 猪八戒更是,一会儿残酷绝情 一会儿又看似意气痴情 游戏的动画中,几乎毫无闪光点可言的猪八戒 却似乎让很多中国人流下了廉价的眼泪 另外,剧情混乱的原因之一 是很多内容为外包出去的 其稀调性没有做好 其实在游戏第一章到第五章所传承的大部分故事 这就加了一些与西游戏有关的艰难困苦 与成长力量的料而已 让玩家有一点重走西游戏的感觉 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那所谓的 神仙可能比妖怪更没人性 但是也并不关键 游戏里与主线相关的内容 其实仅有三部分 一是序章 在游戏故事里 孙悟空在成仙之后不愿意坐享贡品 受天庭摆布 只愿意摆脱天条繁荣 鬼花果山逍遥自在 但依然被天天惦记 还被杀了猴子猴孙 逼得他再次杀上天宫 但因为头上的紧箍 一只卫橱 最终因紧箍咒而摆下阵来 被斩死化为石头 孙悟空生成的六个部分化为六个灵雾 其眼 耳 鼻 蛇 身 被暗狼神分走给几个妖王 而玩家控制了一只 叫做天命人的小猴子 踏上寻找孙悟空遗物之路 天文集齐了 就可以复活孙悟空 二 与耳狼神和隐藏结局相关 在床五关斩六将 击败耳狼神之后 我们了解到 游戏的孙悟空和耳狼神 其实很是亲密 他们一个冥犯一个暗犯 孙悟空本来无法被杀死 然而那些紧箍无法取下 终归没法铲平天宫 是孙悟空自己选择生死化为石头 而游戏中 取回大圣身体各个部分时 座上的考验则是耳狼神设下的 耳狼神了解了孙悟空的计划 一方面默默保护着孙悟空的残躯 保管着他的意志 内面在一路上考验和提升着天命人的实力 在隐藏地图 见没风中 耳狼神把事情的原委取由 大体上告诉了天命人及小猴子 最后把自己的武器 三尖的头枪 也送给了小猴子后 离开了 3.隐藏结局 结尾未尽的这一动画 游戏的最后一战 是要去打孙悟空死后残了躯体 玩家控制的猴子 作为天命人 最终继承了孙悟空的意志 也拥有了孙悟空的武艺 只是在隐藏结局中 却不需要再戴上孙悟空头上的那个紧箍了 实现了孙悟空斩下紧箍的愿望 这剧动画所暗示着 尽管曾经结拜的反贼兄弟们 都已不在 猴杀以凋臂摔领 但那在精神与肉体上 都已重生的全新的孙悟空 将再一次杀上天庭 是要其纳于地狼儿 故事里一开始便有的 非常不符合逻辑的一点是 天庭为何无法放过那个 已经归隐花果山的孙悟空 既已隐居避逝 却还要被天庭紧逼 这放在古往今来 都有几番说不通 我并不确定 这是否为主创杨奇和冯迹的本意 基于其他各种逻辑剧情的硬伤 有可能只是强行作为故事开始的理由 但如果确实往解释了通的方向去想 我自己觉得 唯一和你的解释便是 孙悟空虽然回到了花果山 但是他却还在向猴子们 传播一种反抗的思想 就如同他向猪八戒和二郎神 豁明说或暗示的那样 离开编制后的孙悟空 依然神通广大 并且他有着对猴子们的 号召力与影响力 确实为那天庭的轻浮大患 如果不能被党中央收编控制的话 那群老东西的确 大概会向着除之而后快吧 天庭的统治者 尽力维持着长生不老 希望维持其江山统治的永不动摇 然而毕竟在天上的神仙圣人们 享用着攀陶生涯的同时 底下的草民们可是作为这 被吃被炼成丹药的 出狗般的存在 尽管是如此不公的社会 但很多人都选择了麻木与接受 可是只要孙悟空这样的反抗意志 还存在着 并有着那长生不老 长不了的自然铁律 第三部分 紧箍 在故事的开头 孙悟空因为由紧箍而死 在序章 在二郎神的回忆中 在线尾动画中 孙悟空三次说到要摘下紧箍 其方法便是以肉身词 换意念永续 最终让天明人小猴子 继承了孙悟空的本领 眼界与认知 有了孙悟空的思想与意志 最终成为了新的孙悟空 并且是已经处下了紧箍的孙悟空 在西游记原著里 孙悟空被唐僧撒谎 骗着带上紧箍 从此失去的自由 沦为了奴隶一般的存在 当然 他一路上忍受住了唐僧 与菩萨的各种威胁和谎言 还反而养成了几分 紫格尔摩综合症 最终护送唐僧取得真经 被封为斗战圣佛 在小说最后 孙悟空要求唐僧取下紧箍 然而唐僧答道 你成仙成佛 紧箍自然去 而孙悟空也确实再摸不到 而实际上 并没有人为孙悟空取下紧箍 然而为何却摸不到了呢 一种我比较赞同的说法是 小说里的孙悟空 已经彻底成为了编制中的一员 完全默契了官场潜规则 与政治红白线 很多规则和教条 已然成为了孙悟空行为习惯 甚至是条件反射的一部分 融入了他的骨子与意识之中 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在游戏开头中 孙悟空投上紧箍再现 而这是让那齐天大圣 不惜生死 也想要取下的枷锁 戴上紧箍 成为天庭 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 并有着吃不完的供奉 然而却失去自由 满为天庭的奴才 压榨着凡间的百姓 成为孙悟空 自己也讨厌的那一批走狗 说到紧箍 中国人对的东西再熟悉不过 它一方面象征着法律与戒条 另一方面是思想上的钳制与管控 在肉体上 灵池车裂 腰斩 袍落 烹煮 包皮 灌签 斩手 抽肠 削鼻 挖眼 割舌 砍手 消足 攻刑 剁成肉酱 那中国人宣传的璀璨文明和悠久历史 其真实的模样 不只是鲁迅笔下人吃人的历史 还同时是管人 治人 折磨人的历史 我自己认同中国人在烹饪 食谱上极具的创造力 却感叹中国人在酷刑上的想象力 与动手能力更是不逊于任何物理 而在思想上 早有重行重义 吞并六国侵始皇的焚书坑儒 后来是不断加强的朝廷集权 以及半支大型其他的文字语 再到古今中外 第一杀人魔头毛头夫的秋后算账 与试验文革 到后来数不胜数的敏感词与网络审查 和屏蔽一样声音的互联网长城 比十万天兵天将更上一筹的是 那如今打百万之中的审查员 网平原 网警 黑皮组合 轻则删帖封厚 重则喝茶待捕 一般人只能看到朝廷显让他们看到的 而他们最希望人们相信的 便是如新闻联播一般的宣传 警方将依法查处 绝不顾心 而更进一步 很多人纵然学会习惯了翻墙 其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却也一直带着紧箍罢了 人们首先自发性的自我审查 然后同时还相互审查与举报 爱国爱党成了一种思想烙印 而反之有些认知与反抗意识的人 却也往往麻木地适应着 不仅自己奉行着谨言慎行 自面临的生存法则 聪明狡猾地追求着利益最大化 还以这种服从与冷淡的态度 影响着他人 极度的诚惶诚恐 畏首畏尾 生怕承担哪怕稍微高一点的风险 甚至还在同时 夸大和吹嘘着这种风险 很多中国人习惯了没有共产党 便没有新中国 一夜回到解放前 没有国 何来一家等各种塑造与影响人们观念的歪门邪说 养成了信奉 丛林法则 落后就要挨打 兵不厌诈 成王败寇等看重厉害 且不择手段的价值观念 思维逻辑 在黑社会的发售前后 因为贴着亮衫上的第一款中国国产3A游戏的标签 众多电子战狼小将们 容不下与其相关的各种批评声音而口诛笔伐 而另一面 有一些讨厌中共统治的人们 对游戏有着过度的否定 所有不去努力遵循逻辑 任性事实的狂热与偏见 也是人们思想与意识观念上的紧箍 诚然 在中国这种文化与道德的荒漠上 想占开出有深刻思想内涵的花朵 其可能性极其微弱 黑神话一方面 披着反天庭的故事 另一方面 也吸收着来自天朝政府 以及腾讯的投资 有人做逆项工程解剖发现 游戏确实只有两个结局 当然只要区别在于 小猴子最后有没有在其带上紧箍 其中带上紧箍的普通结局 是最后8月4日才临时添加的 那个曾经在天安门 向毛屠夫 述中指拍照纪念的主创核心 杨琪 想来很可能已经知道 毛泽东最恶类的谎言与暴力行径 然而 在讲述这个 决事非常暧昧地表达着 天庭若不仁 我等便应反之 这老生常谈极其简单而朴素的反抗故事时 自己却兢兢战战地带上了紧箍 诚然 游戏科学团队 虽然已然有着远超中国诸多游戏场上的品性 但这样的他们 打着爱国游戏名号 乘着颇天营销浪潮 连一个这么简单的故事也讲不好 是否像今的游戏故事里 满眼都已只是那 红光满市 财气银和袈裟 而迷失本心的 金痴老贼呢 也许一些 所谓的反贼抗争者们 这里会帮着说 已经很不容易了 承担了很大的风险了 之类的话 可是 这游戏的辛辣程度 甚至抵不过西游记原著的十分之一 早有王侯降下 年有种乎 从语文刻骨中移除 稍微是一道反抗这两字 很多中国人便开始紧张不安 大汗淋漓 条件反射般的 把仇恨转移到完全道听胡说 甚至可能并不存在的 欧亚国与东亚国 连老大哥的名字 都不一定敢说得出口 西游记的大道天空 可是轰轰灭烈 历史上的各种奇语抗争 也自然都是危险重重 甚至于35年前 学生之中 最勇敢善良的那些人 为追求民主与公平 可是死在了天安门的广场上 据民间不完全统计 有数百到数千人 在六三深夜至六四凌晨的镇压中死去 我自己也是几乎放弃了一切中国相关的利益 甚至曾经连哪怕生死的风险 也愿意承担着去努力抗争过 那些自我阉割 还在为别人的阉割做辩解 来表达认同的家伙们 干脆闭门不出 求神拜佛 求那御地老儿大发慈悲 盼他变为青天大老爷的那一天 蹦蹦天下的 自己飞到你的面前吧 实际上 自由当然不是免费的 不论出于什么目的 倘若人们只愿意 去发出怯懦或温和的声音 我认为这只会使得底线被不停地压缩 再压缩 真正地改变 什么都不会发生 第四部分 未尽 谁是人 谁是妖 谁来定义 什么是好人 什么是坏人 什么是判断标准 谁在撒谎 谁在披着 透明的新装 中国的普天大众 每个人都可以是人 也可以是妖 当党中人的神仙们 想要消灭你时 你便是破坏分子 想要拉拢你时 你便是人民群众 就像是游戏里杨简所说的 我说谁是妖怪 谁就是妖怪 服说众生平等 然而自己却享受着特权特供 追求着长生不老 往民间困难不够时 还要再制造困难 倒是困难为恋人心 多难才能兴帮 众生平等 搞去庙堂之上的神与佛 却比凡间的人与妖更加平等 人也 兽也 佛也 妖也 神佛哪有垂帘 不过各取所需 一面菩萨 一面虫 对于中国人而言 但凡至少没有被洗脑宣传 洗成富庶 便可知 当今的玉帝老儿 只有习近平他老人家 才最为恰当 西游记 原著本身 佛族 玉帝 都是一面收取着明知名稿与供奉 另一面 却是百姓与曹芥 是唯非作呆者的保护伞 凤仙俊与施托岭是代表象的体现 玉帝霸道 小气 蜘蛛 必较 直到三年饥荒与人相识 来彰醒记得 汪威浩荡 如来不公 虚伪 假仁假义 放任亲戚为害一方 佛法无边的宣传背后 是血海诗山 实在是你和那妖怪有亲的 如来老爷子 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 是你打的头啊 以凤仙俊为例 只是因供奉出了差错 便惹怒了玉帝 被罚三年不下雨 三亭饿死两亭人 一亭海死风中煮 十岁女一米三公升 五岁男随人带去 是不是像极了 当今剩下的一道口令 便可以让庶民被隔离在家数月 甚至食不果腹 玉帝丝毫忍受不了 来自民间供奉的怠慢 然而自己一时兴起 便大开盘讨厌 招待四方外宾 极尽奢华 是不是又像极了 六亿人月收入不足千元的中国里 各地政府大楼的气派 像极了习主席的大撒币 很久以前的我 还以为共产党代表不了中国 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不了古代中国 然而 却慢慢不得不承认 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内核 从古至今一脉相承 其核心便是好话 说尽坏事做绝 它是以谎言与暴力为两大支柱的吃人社会 在如今银银狗狗的当代中国社会 越是在上位者 越是精明猥琐 我认为 是不会有孙悟空这样的英雄 杀上云霄宝殿 倾他御地狼儿的 他在技术上也很难实现 我们需要的是有更多普通人 如水滴一般 汇一层磅礴的汪洋大海 向那神仙们说 不 在游戏里 还有这二郎神的良心发现 但是现实 中国的绝大部分军官 可是对游行抗议的学生们 都绝不忌惮着 痛下杀手 但是 那仍值得欠生的一面是 至高无上的皇权特权 拥有者们 再怎么希望永远坚持他的领导 都必然不会长生不老 我虽然对中国国家的价值观 在很大方面上深恶痛绝 对很多中国人的懦弱与狡猾 极度痛恨 但是 我知道 具体当然也因人而异 而且 一些改变虽慢 却仍在缓缓地发生着 在游戏的最后 那大道天空的动画 题为 伪敬 推翻共产党的独裁统治 建立没有神仙的民主社会 是我的期望 当然 我的期望 可能是 也更可能 并不是黑神话游戏团队 所想表达的意思 但是 我相信着 确实 长生不老 长不了 而那 天门破碎 云烟散 九霄神仙 皆凋凉的一天 知道会到来 你可知这长生不老的佛位 有多少人求而不得 长生不老 三界六道 不就会在这四个字上 牛哥 我会省心力气 咱们还要杀上天去擒那玉帝老儿 好 这里是Snowismar的时空旅行日记 以上内容 趋于对黑神话悟空 更基于对黑中更黑的西游记原著本身的延展截图 如果你喜欢本期影片的话 我也感谢你的点赞与订阅 在下个影片里 我会谈一谈 也是最近 在七月底发售的 这笔黑神话 更让我喜欢的多多多的台湾游戏 沉默意志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